稍早台铁呢 迎搬到这个655号的列车呢 那么在行经新竹车站附近 疑似因为配电盘短路 造成有车厢冒烟起火的情形 我们立刻连线给记者来告诉大家 下主播可以看到 今天早上大约6点55分的时候 这样655车次的 从台东开往高雄的焦光号呢 就在刚刚抵达新竹火车站的时候呢 它的第五节车上呢 疑似是配电盘因为过热啊 发出浓浓的烧焦味啊 还冒出火花 你看台铁人就赶紧下车 也请旅客下车 那他们赶紧扑灭这个冒烟的火势 也疏散这些旅客 你可以看到这些工作人员 已经把第五节车厢拆开了 那稍早他们也已经发车 那继续往高雄来行驶 那根据了解呢 这辆班次大约延误了52分钟 那幸好是没有人员受伤 那是经营场 那以上是最新情形主播